寻麻疹案例 两小时后病症开始缓解 嘱咐他持续温敷 几克姜汤 以干姜片15克 加水1公斤熬煮 傍晚又开始痒了 而且更为严重 蔓延至手脚 非常痛苦 我帮他全身按推及温敷 两小时后慢慢缓解 手臂大片出疹 到了半夜两点多 又开始发作 比之前又更严重了 全身和头部都痒 手掌脚底更是勤痒难耐 家母不断喊着 为何死不了 痛苦异常 我再给他全身涂姜泥 温敷及按推 过后症状渐渐消退 第三天早上 家母突然晕眩无法站立 摊坐椅子上 失去知觉 呼吸微弱 几乎摸不到脉搏 我急忙按推他的上背部原始点 再按推头部原始点 大约三分钟后 开始有了知觉 由于体力虚弱 便关了烤灯 一觉到天亮 第四天 痒感不再那么剧烈 在可承受的程度内 用姜粉泥局部涂抹换处 便可减缓了 第五天 只剩轻微的痒及不适感 温敷过后便可解症 七天后所有症状消失 身体完全恢复 不痛不痒了 事后根据症状上网搜寻 应为寻麻疹案例 处理前后比对 第一天处理前 第七天处理后 感谢张医师让我再次见证 原始点的威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